王狗,我是我是我在兴趣象山上面拍到的一个灵异照片 各位请你帮我看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那个地方好像是在一个叫做北兴宝宫旁边的步道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边看看 对,我看这张照片,我觉得比较奇怪的点是 为什么你这个龙头会被削一半 是这边有站人吗,还是... 大家好,我是王狗 我前几天的时候收到了这一则的视讯 他里面有讲到北兴宝宫 就上网查了一下,诶,这真的有那个地方 墙就在象山上,所以呢,我决定了 去到他的那个地方,撑着雨伞 挑战看看能不能拍到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都知道屋内撑雨伞很容易距离嘛 有一个说法是你在拍照的时候撑雨伞 更容易拍到东西 OK,我们等一下,象山见 拜 哇塞 哇,我第一次看到路灯这样子 出发,走 好了,我来看看 我过来,我们也是一周 去吧 我刚刚有点儿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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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確定 你怎麼知道 大家好,這是王狗 我今天來到的就是 向山的北新寶宮旁邊 大家剛剛看到旁邊有白布條 不要講我 我不想聽喔 剛剛你烏耳朵 白布條就是聽說 有發生過的事情 所以才會掛上白布條 大家看到有人 傳給我的那張照片 聽說就是上面那一條左轉 待會就會 拍照的時候沉著這一把傘 不要叫人家的全民 不要大聲喧嘩,不要隨意大小便 大概就OK,就尊重一下,出發 這樣它上面這個就寫著 什麼什麼法位 外面這裡有一隻 很怪的豬 那那豬是幹嘛 所以我們現在要請家出發 哇,起燈了 我們回家了 不要躲那麼快 不要躲那麼快 是不是這一條 好像就是這一條喔 它廟裡走的這一條 對不對,裡面是有潭 好,我現在走這個潭過去 拍一下裡面 似乎就是這個地方 好,不好意思 打擾了 蠻恐怖的 不好意思,打擾了 哇 哇,風便好大 對,沒錯就是這個潭 就是這個潭 它就在這裡拍到東西了 來,幫我拍一張 好,我們現在去趕快去這邊拍一張 好,我們現在去趕快去這邊拍一張 對,差不多要帶了一個不好的 所以地板這裡有兩束畫 那有什麼意思 來啦 3 2 1 這裡破掉 這裡破掉 然後還有 這裡也破掉 既然就剛剛跟我說那是不好 剛剛有查到了 的確是不好的 剛剛拍到的照片 我回家確認一下 你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你會找他來 因為曾經在那邊 就是 跟朋友 就是 晚上來下山爬山的時候 好,我幫你講 因為他之前 跟朋友上來下山爬山 快要走到石頭的那邊的時候 就有人看到有綠綠的東西 在朋友旁邊飄過去 我回家 跟大家去看一下照片 然後再跟大家講一下 後續感言 OK,那各位我們回家見 幫忙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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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是太緊張吧 所以就 就突出來了 算是正常的身體現象吧 只是後來比較奇怪的 我覺得有三個點 第一個是廟裡面 傳出來的咳嗽聲 我是不知道廟裡面 會不會有住人 所以打上一個問號 第二個是 樹上綁一個布條 就我所知上一色他們會在有人過世的地方綁上補條紀念這些人 然後而且下面有一個法會的標誌 第三個點呢就是祭壇下面的那兩朵花 那我知道有人過世的話應該是正常會放百合或者是菊花 但是那一些花是很鮮豔的很多個顏色 所以應該不是什麼墳墓之類的 也就因為這種種的疑問啊 所以我今天把所有問題丟給了廟祖 那大家第一個講的廟祖應該是想說牛牛吧 前一陣子有跟你們的約但是他實在是太忙了 之後的影片他才會再次出現 那這一次這個廟祖呢 他是來自東港聖池宮的公主 而且他也非常年輕才17歲 這一次為什麼會想把東西給他解析呢 因為我跟他聊過了一陣子 我發現他其實是一個蠻理性的一個分析者 比如說這樣 像我們就問他說廟裡面不會有住人 綁的那些布條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就跟我說廟裡面有住人 祭壇前面地上的花是白白用的 所以才丟在那 棒 條布呢是登山課做的記號 讓下次來爬山的人知道路怎麼走 哎呦他還蠻不錯的喔 不會把答案都全部往很全 詭異的地方去講 反而他是給我一個很理性分析的答案 嗯照片給大家 或許看看他會幫我講出什麼樣的解釋 那就產生了這些對話 這是我們的對話紀錄 哈囉 可以幫你們看過這張照片裡面 我拍到什麼嗎 帶到什麼比較特別的狀況 好麻煩啦 我稍等一下喔 好 哈囉 我跟你說 你這張照片啊 錄影機那個的下面 閃光燈那裡有一張女生的人的臉 不醒的眾生 然後你放大去看會很明顯 還有你拿雨傘的左右兩旁 有兩個靈體也是男生 然後呢 他是在好奇說 你在這邊幹嘛這麼晚了 我知道他聲音聽起來跟你很像對不對 他說的錄影機下面的閃光燈椅子的應該是我手上拿的手電筒 下面有一個女眾生的臉 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覺怎麼樣 那雨傘左右兩側 也有站著兩個男眾生 應該就是像這樣子吧 聽完之後就覺得說 其實他的解釋跟牛牛 都還蠻雷同的啊 但會大概告訴我說哪裡有什麼東西 所以呢接下來我就蠻好奇的 又問了他說 有沒有被跟過 那他也是給了我這個答案 應該是還好啦 你會覺得說 你有時候啊 就是偏頭暈啊 或是會覺得肩膀重重的 或是啊 肚子會有一點不舒服 這些症狀而已 然後 是不至於被跟啦 是 只是 你有時候的氣場不是那麼OK而已 欸 好像跟他講的真的 那麼一點點的牽扯傷 我就跟他說 你知道我剛好拍完那我就下去吐了 所以我吐是那個原因嗎 你吐的原因是在於說 你自己本身的氣場就沒有很好了 然後你又去那種 比較不乾淨的地方 所以呢 那一種氣場和你的氣場 混濁在一起 你本身的陽氣 你會受不了 才會有這樣子的反應 然後他有看我通靈者的那一集 他想要帶兩個師兄 去到那個地方 幫那些靈魂超度 看他們需要什麼 我一直把他錄成影片跟大家分享 他也非常的樂意 這一個照片呢我會把它貼在我的FB的粉絲團 如果你們也有什麼不一樣的見解 特殊的地不一樣的角度 也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他的所謂只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OK 影片的最後呢我想要跟他說 你們一直在說我的頭髮啊 我覺得應該是我不會整理 潮磨氣場霸瓶 新潮帶曝光基因挑戰 最距離成長 來自同一個宇宙光 沃斯特 對 這個是我的設計師 幫我剪這個頭髮 他很有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應該是我不會整理 對不起啊 沃斯特 OK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YouTube的話 可以幫我這邊分享愛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王狗 我們下次見 Bye V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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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